3月7日上午网传照片显示 江苏张家港政府大楼发生爆炸 大楼入口玻璃和门框损坏严重 爆炸激起的烟尘高空可见 一张标注3月7日早上6点44分的署名A4纸上 打印有疑似爆炸策划者个人信息 表示抗议中共贪腐执政 欺压百姓希望为自己讨还公道 举章写道 张家港市政府是我诈 我要求承贪官 玩我工厂 私宅等不公平待遇 正在等待自首 下面还留有签名和疑似个人身份证号 注册信息显示 袁建宏是张家港和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2003年成立 注册资本300万人民币 由于中共严密封堵维权信息 事件具体情况和细节还有待核实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 池晓综合报道